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是爸妈眼里的灾星 弟弟出生后 他们便遗弃了我 弟弟享受奢侈生活 我被留在农村老家 被爷爷奶奶虐到半死 在我病得快死的时候 我妈却在打电话骂我 你个没用的丫头骗子 怎么不去死 我爸开着奔驰带弟弟出去玩 随口一句 死了就丢去喂野狗呗 所有人都想看着我死 却没想到 我考上了清华 有了好工作 实现了财务自由 我爸妈却无耻地找上门来 当初要不是我们 你能过上好日子 我妈怀我时 村里人都说她肚子很尖 铁定是男孩 我妈一改平日里的忍气吞声 以止气使地使唤我奶 坐这坐呢 走路都很神气 还跟我爸炫耀她 可是怀了老李家的根 大家都得好好伺候她 可我姑姑坠地 令他们失望了 我奶戴着老花眼镜 看了好几遍 反复确认我是个女孩之后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扇了我妈好几巴掌 骂她是个没用的废物 吃了那么多鸡蛋和羊肉 还生不出儿子 断了李家的香火 实在丢人现眼 我爸脸上也火辣辣的 面子上挂不住 一把将我妈薅下床 连衫带踹 把我妈揍得皮青脸肿 七晕八素 家里的钱都是我爸挣的 我妈就算被打成这样 也是敢怒不敢言 最后她只能把怒气 往我身上撒 将躺在炕上 还在啼哭的我抱在怀里 然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被摔到哇哇大哭 她没有丝毫怜惜 眼神木讷地望着我 嘴里碎碎念着 不是儿子 不是儿子啊 你如果是个儿子 老娘就享福了 可你为什么就偏偏不是呢 我浑身都疼啊 又被她呆滞的眼神 吓到哭得更大声了 她似乎更烦躁了 一边踢我 一边咒我快点死 我摔得鼻青脸肿 浑身抽搐 耳朵都在出血 我妈充耳不闻 她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没有儿子 以后这个家怎么过呀 整个村的人都会看不起她 越说越气 气到最后 她决定摔死我 在关键时刻 是村里的老中医救了我 她告诉我妈 故意杀人是要坐牢的 而且家里还要遭霉孕 为了家里不遭霉孕 我妈重新把我抱在怀里 还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活了下来 却活得生不如死 一年后 我妈又怀孕了 四个月的时候 找了好几个彩超医生 塞了不少红包 请人喝了好多顿大酒 得到确切消息 是个儿子 那一天 我妈看我的眼神 少了几分怨恨 后来果然生了个儿子 全家人欢天喜地 大摆宴席庆祝了三天 还给弟弟起了个显眼的名字 李耀祖 意思是 以后李家就要靠着这个儿子 大发横财 光宗耀祖 我虽然也还小 但我知道家里有了弟弟 大家都喜欢笑了 变得开心了 我也跟着开心 对着弟弟笑 希望弟弟真的能带来好运 让爸妈有钱赚 多笑一笑 果然 我爸在县城里的服装生意 突然小爆了一把 挣了三万块 这笔钱 在一九九零年 足以买一座坐北朝南 面积至少一百平米的 青砖大瓦房 果然啊 儿子才会是大福星 给家里带财运的 你看二鸭就是个丧门星 就知道客我 他出生一年 家里都没发财 我妈自从有了儿子 整个人气质也变了 容光焕发 家庭地位节节攀升 爸爸对他笑 爷爷奶奶抢着做家务 让他吃好喝好玩好 我要去城里住 二鸭是个不吉祥的东西 就留在村里吧 很快 我爸妈便带着弟弟 去了城里 我成了留守儿童 不到一岁半的我 经常饿到头昏眼花 摇摇晃晃地要求奶奶抱 他一把推开我 嫌弃地骂我脏 别在旁边影响他打麻将 我又饿又困 哭着喊爸爸 妈妈 我饿 可惜 哪怕哭到嗓子哑了 也没人理我 我似乎成了一个 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 有时候 奶奶打麻将输了钱 就拿我出气 一边打我 一边骂我和我妈 他骂我妈是个白眼狼 生了儿子就翅膀硬了 了不起了 一搬到城里 忘了他这个婆婆了 还不给家里油钱回来 简直十恶不赦 他又骂我是个灾星 每次一哭他就输钱 家里本来就穷 被我哭的家都开不起锅了 他越骂越激动 挥舞着柳条 把我打得劈开肉绽 直到牌友再次催促他的时候 他才会停下来 丢给我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 就匆匆离去 我也算是命硬 哪怕吃剩菜冷饭 也活下来了 整整六年 我就是在这样的虐待 和煎熬中过来的 而我的亲生父母 从来都没回来看过我一眼 直到我七岁那年 将我抛弃的爸爸妈妈 终于回来了 我爸赚到了一笔大钱 整整十万块 他拿了三千块给我奶奶 笑呵呵地告诉她 这是孝顺你和爸的 另外 我给你们抱了一个 去青岛的旅游团 你们辛苦了 好好去放松一下 奶奶少有的眉开眼笑 我看到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我也跟着开心 前段时间 奶奶在社区的报刊亭 和爸爸打电话 哭诉家里快没钱吃饭了 爸爸在电话那头 也似乎哭了 归根究底 也是因为没钱 我心里很难受 双手合十 默默地祈祷 爸爸便有钱 这样的话 奶奶有钱花了 她就会开心 不会打我了 我也不用顿顿吃冷饭剩菜了 果然 我的祈祷灵验了 我也是一个对家人 有用的小孩了吧 爸爸应该会喜欢我了吧 爸 我鼓起勇气 向前挪了半步 偷苗面前这个打扮时髦 头发梳得正亮 面露慈祥的爸爸 心里生起一抹小小的期待 我想你和妈妈了 可不可以带我走 我爸皱了皱眉 看到我好像看到瘟神一样 捂住鼻子 躲到很远 你怎么这么臭 不洗澡的吗 别喊我爸 我只有一个儿子 药祖 我好难受 原来在爸爸的眼里 我连做他的女儿都不配 他嫌弃我没洗澡 浑身脏兮兮的 但他不知道 我每天都要给奶奶烧热水 给他擦洗身子 等我要洗的时候 奶奶一把掀开我 让我别浪费水 不是我不想 是奶奶不让啊 谁不想穿得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活成一个漂亮的小公主 我委屈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行了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不要想着跟我们进城里 我儿子不会同意的 他爱干净 不会接受一个脏兮兮的人 进家门的 你就待在村里吧 别惹事 不要一肚子坏水 给你奶奶添麻烦 我爸对我说话 头昂得高高的 看我的眼神 却带着一丝邪氏 随手丢给了我一把糖 这个大白兔奶糖 药祖觉得太甜了 腻得慌 而且伤牙齿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就给你吃吧 我伸开手去接 因为常年吃不饱饭的缘故 我发育不良 浑身没有力气 一个用力过猛 直接摔在了地上 我爸和我妈 笑得前仰后合 没出息的东西 连个糖都抓不住 你说我们怎么接他到城里去 那不是给我们丢人现眼吗 我爸妈和爷爷奶奶 寒暄了几句 就要开车离开 我心里失望和酸楚 一起涌上来 难受极了 我不想爸爸妈妈 再次把我抛弃 我想跟在他们身边 哪怕一小会儿也好 这个时候 我顾不上捡地上的糖 撒开脚丫子 就去追小轿车 真是个蠢货 四条腿的狗都追不上 它凭什么觉得自己 两只脚能追上我们 小轿车的启动声中 我听到了妈妈对我的嘲笑 它在笑我连狗都不如 我天生常情 明明知道他们不爱我 但我心中总是留着一份幻想 万一 万一我爸 他回心转意呢 毕竟 他们生了我呀 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爸爸 带我走 求求你 别留我一个人 我会乖 会听话 会洗衣服 会做饭 会伺候你和妈妈 还有弟弟 轿车启动很快 油门声故意 被我爸踩得震耳欲聋 滚 很奇怪 我在那么大的噪音下 还清晰地听到了那一声滚 我被汽车拖得翻滚在地 奶奶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 揪起我的耳朵 就往家里拖 丝毫不顾我耳根子最为脆弱 早已被它揪出了血 我和你爷爷要去旅游了 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我给你烙了几张饼 你不会饿死的 要是你出去闯祸了 我回来就打死你 爷爷奶奶走了 他们当真用铁链子 将我锁在了一个小黑屋子里 小黑屋子是偏房 紧邻着猪圈 漏风漏雨 他们走的当天下午 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 想挣扎着跑去不漏雨的地方 奈何铁链太短 我使劲挣扎 磨破了皮 都挣扎不掉 生锈的铁链 嵌入我的皮肤 鲜血淋淋 我使出浑身的力气 想哭 却哭不出声来 头昏暮眩之下 我昏迷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漫天繁星 孤月高悬 我抹了一把眼泪 望着天上的星星 爸爸 妈妈 你们在哪啊 我好痛 好饿 好冷啊 我的伤口又流血了 我想抱着自己双肩拍打自己 安慰自己 就像隔壁胡子他妈 轻拍哄他睡觉那般 可是我动弹不得 手指粗的铁链 几乎没入了身体里 我感觉 他几乎和我的身体融合了 谁来救救我 弟弟 你吃饭了吗 听奶奶说 爸爸专门给你收拾了一个属于你的房间 舒服暖和吗 我感觉我好冷 整个身子沉重诗卷 眼皮困得睁不开眼 不能睡 我怕睡了就再也醒不过来 太阳升起又落下 我醒了又睡 睡了又醒 一天又一天 我感觉身体都已经在溃烂了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重 意识彻底陷入黑暗前 大门缓缓打开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到了奶奶 她面无表情 冷冷说了一句 怎么还没死 我发高烧 昏迷了几天几夜 在醒来的时候 我的全身已经溃烂 已经奄奄一息 奶奶 我能见爸妈最后一面吗 我想忍住不哭 但终究忍不住 所有人都有爸爸妈妈 就我没有 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难道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奶奶颤颤巍巍走了过来 捂着鼻子 真恶心 老头子 把她扔猪圈吧 她反正应该也活不成了 爷爷捂着烟袋 沉默了半赏 最终点头默认了奶奶的恶毒想法 我想挣扎 可是七岁的我 还不到二十斤 整个四肢瘦得跟马杆一样 皮包骨头 哪里还有半点反抗的力气 奶奶 不要 求你 求你带我去医院好吗 我快死了 奶奶 我想活 空气中 是我气若油丝 沙哑含糊的声音 奶奶 求你 求你看在 我给你洗衣服 冬天用冷水搓得手上 长满洞窗的份上 求你看在大夏天 我顶着大太阳去割麦子 割破了手指 呼呼流血的份上 求你看在冬天 你们在屋子里睡懒觉 我被你拿鸡毛胆子 抽着扫血的份上 二呀 你也不要怨奶奶 是你爸妈不要你了 他们现在也不给我钱了 我养不起你了呀 你早死早超生吧 我虽然发着高烧 有些烧到神志不清 但也明白过来了 我的爸妈是真的抛弃我了 我的命不值钱啊 我蜷缩在冰冷的床板上 默默地流泪 我奶奶和爷爷对视一眼 从邻居家借来诺基亚 给我爸妈打电话 我妈很嫌弃地说了几句 二呀命硬 一点小病没事 给他多喝几碗热水 用被子捂一五出出汗就好了 我没钱给他治病 我爸脾气暴躁一些 直接在电话里吼 一点小病就要生要死的 他要是真死了 就丢到野外喂狗吧 我听到这些话 哭也哭不出来了 我发烧越加厉害了 头痛得快要炸了 却依稀听到电话里 我爸宠溺地 对我弟弟李耀祖温柔地说 乖儿子 走 爸带你去吃肯德基 然后去游乐园 我突然好饿 饿到头昏眼花 仿佛看到了汉堡 鸡翅 鸡腿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翻过身 想去抓 却摔倒在地 没用的东西 都快死了 还瞎折腾 不让人省心 我在奶奶的咒骂声中 再次昏了过去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身边围了一群人 原来在我昏迷的时候 村里有热血青年 看不过去 将我爸妈薅了回来 我看着那个 站在门口烫着卷发 打扮时髦的女人 比爸妈结婚照中的 还要阳气 可是她离我好远 嫌弃地捂着鼻子 扭捏着身子 就是不肯进来 妈妈 是你吗 我眼里浸满泪水 喉咙好像有一团棉花堵着 我想喊她 却喊不出来 村民们把妈妈声来 硬拽进来 妈妈 抱抱我 我以后就有妈妈了吗 她回来看我了 是不是从今往后 我也可以像邻居家的 明明姐 穿着漂亮的花裙子 背着小书包 坐在妈妈自行车的后座 搂着妈妈的腰 头靠在妈妈后背上 高高兴兴去上学 我好想知道 有妈妈是重什么样的感觉 我爬下床 可是身上使不出一丁点力气 不小心摔在我妈脚边 别碰我 脏死了 我这衣服 可是在百货大楼买的新款呢 我妈忽然尖叫一声 躲我好远 察觉到大家都在看她 咳嗽两声不耐烦说道 最后一面也看见了 这次总行了吧 我儿子抱的钢琴班 马上到点了 我得赶紧回去 这个时候 一个理着寸头 穿着白衬衫 格子短裤的小胖蹲 跑了过来 死气白咧地 拽着我妈的胳膊 就往外走 妈妈 快走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待着 臭死了 在她看到我的那一刹车 惊讶地瞪大眼睛 紧接着就呕吐起来 我妈急忙拍着她的后背 哎呀 我的乖儿子 你没事吧 我又被忽视了 妈妈 如果我留着短发 穿着小男孩的裤衩背心 变成一个小男孩 你们会不会喜欢我呢 我妈一边安慰着弟弟 准备离开 我害怕希望再次落空 赶紧沙哑着嗓子大喊 妈妈 等我病好了 我就去上学 会好好学习 挣好多好多钱 给你和爸爸花 给你们买不漏风的房子 天天给弟弟买肯德基 让你们去全世界旅游 求你别扔下我 滚开 我妈一脚踢开我 就你 也配上学 她明明长得很漂亮的脸 看我时却面目猙獰 你这种笨蛋 哪里有我家药祖聪明 我还是指望她比较实际 村民们纷纷指责我妈 劝我妈带我去医院 我妈插着腰 我哪有钱给她这个赔钱或治病啊 村民指着我爸的奔驰质问她 她却一脸无所谓 奔驰是我家的门面呢 我老公开大奔赚大钱 我花钱给这个丫头骗子治病 她能给我带来大钱吗 你们一群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本事出钱给这个死丫头看病啊 也别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我和老公行吗 我们做错什么了 不就是一个赔钱货吗 值得你们这么打抱不平吗 怎么 极度我们家能生儿子 村民们被她气坏了 纷纷出言指责 你们都是大坏蛋 都该死 为什么要欺负我妈 李耀祖直接发怒了 对着那些村民就拳打脚踢 又挠又咬的 行为有点像个风踢 虽然她小胳膊小腿 对成年人造不成什么伤害 但是嚣张跋扈的尽头 让好多人都厌恶 这时候村之书抽了口汗烟 说了句公道话 秀芬 你这样做 是要遭天打雷踢的 天心也不能天成这样 你看看 你都把子冠成什么样了 我妈忽然挤了两滴眼泪 语气也软了几分 我们也不想这样啊 但是你们能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 设身处地地为我们考虑考虑 没有儿子 我老公不会家暴我 你们会不戳我几两股 我能上桌吃饭 我老公能在村里有发言权 在这个村里 没有儿子的人家 地和枣树被侵占了多少 你们心里没数吗 现在知道要脸了 知道指责我们了 可笑 这时候 我爸走了进来 我那弟弟李耀祖 更加奉批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 拖出来一把菜刀 一通乱砍 都滚 都滚开 你们在护着这个小贱人 我就砍死你们 他都要死了 凭什么夺走我的爸妈 爸妈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你们都是坏人 坏人 围观的村民 皱了皱眉 都退开了 我爸昂着头 这死丫头病得严重 你们谁家要她 就领回去吧 反正我是不要了 有没有人要 没人要的话 我就扔了呀 这女娃子都这么可怜了 你们还要把她扔了 这么丧良心 要遭报应的呀 就在这时 一个瘸子 领着一个哑巴走了进来 他们穿得破破烂烂 看上去比我爸妈老很多 我爸看到来人 忽然就笑了 老张头 平时你们在我们附近 收垃圾就算了 怎么今天 都跑到我们村里来了 天天混在垃圾堆 脸都不要了 也是 你们这种人 要什么脸 我妈也冷嘲热讽 你个捡垃圾的 能有多少钱 购买我的女儿 她虽然病样样的 但是长得眉清目秀 你如果把她养活了 也是赚大发了 一口价 三万块 要就拿走 这个时候 我就成了 我妈手里的筹码 她难得地夸了我一句 那瘸子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我和雪梅有这个意思 三万是吧 我们这有 那瘸子颤颤巍巍地 从裤子里头 掏出一个 鼓鼓囊囊的黑塑料袋 一落落钱币 被橡皮筋捆得 整整齐齐 但每一张都很脏 一块块的零钱 也配买我闺女 我妈不屑笑笑 我爸见瘸子真的有钱 立马利欲熏心地加价了 老张头 你知道我为啥赚那么多钱吗 就是我这个女儿是福星 你如果真有诚意买 我多加五千块 不过分吧 原来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有人不配做父母的 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乖一点 懂事一点 爸妈就会喜欢我 可是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了 他们把我当成货物讨价还价 这样的人 没资格做我的爸妈 最终 那女哑巴一一压压 用手语笔划着 点了点头 行 但得让村之书给我们公正 出收养证明 以后这个女娃 和你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妈冷笑一声 最好是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垃圾一样的东西 谁喜欢跟它有关系 我弟拍着小手 手舞足蹈 垃圾和垃圾最配 这个贱种活不久了 爸妈终于是我一个人的了 就这样 我被亲生父母 卖给了那对残疾人 瘸子小心翼翼地抱起我 我急忙闪躲 脏 疼 哑巴将一个崭新的毯子 盖在我身上 眼睛里都是慈爱和宠溺 丫头 我们带你回家 以后 你不会再受苦了 我们会去省城 给你看病 找最好的医院和大夫 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 自己竟然满脸都是泪水 这会是我的新生吗 我回头看着亲生父母 他们如释重负 终于甩了这个讨债鬼了 真好 我爸抱起我弟 儿子 你是不是一直想去三亚 明天爸就带你去 我妈还在没开眼笑地点前 太好了 这次又能省下一笔旅游费了 我哭干了眼泪 在这一刻 我似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面无表情地悠悠开口 你们会有报应的 弟弟才是那个讨债鬼哦 因为他是男孩 所以父母就偏心虐待我是吗 这样的人就该断子绝孙啊 我妈要过来删我 但是却被瘸子躲了过去 我妈气不过 推推嗓嗓 把瘸子推倒在院子里 幸好女哑巴 手急眼快地接过我 她在地上滚了好几滚 死死将我护在怀里 我才没摔在地上 我妈站在屋檐下 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个小贱人 你才是讨债鬼 当初我就不该把你生下来 直接弄死你 还害我们被村里人笑话 恶毒的语言 一浪盖过一浪 可是我心里 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她的嘴巴这样毒 真该被撕烂 讨债鬼 讨债鬼 我弟在我爸怀里 得意地冲我做鬼脸 忽然 一个尖锐的瓦片 从屋檐上掉了下来 直接划破我妈的脸 从左脸蛋斜刺了 划到右嘴角 瞬间血流如注 整个肉都往外翻着 别提多吓人 女哑巴直接捂住我的眼睛 支支吾吾拼命摇头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 不要看 她叫我不要看 我心里暖洋洋的 从来没有人 这样在意过我的感受 可是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这些比起我受到的 折磨和痛苦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睁大眼睛 从她带着厚重 茧子的指缝里望过去 在我妈脚旁边不远 有几只还没长毛的小燕子尸体 奶奶的屋檐下 有一个燕子窝 直接筑巢好多年了 大家都骂我是野种 所以我没有太多朋友 闲着无聊的时候 总喜欢去捉好多活的小虫子 放在地上 给它们解馋 我抬起头 看着燕子妈妈 还盘旋在我妈头顶 甚至还用头去撞瓦片 哗啦啦 又有几块瓦片掉了下来 啊呀 我毁容了 死鸟 活该我弄死你孩子 敢往我脑袋上拉屎 活腻歪了 我妈捂着脸 拿着竹竿 就朝燕子扑打 可是燕子时高时低 好像专门器 我妈一样 我妈打不到 发泄不出去的怒气 又朝我喷来 二呀 你个丧门星 都是你 你这个剑种 不得好死 看到我妈受伤 弟弟从爸爸的怀抱中 正脱下来 拿起一根大木棍子 就朝我扑过来 他虽然比我小一岁 但有一百斤重 都是你 才害我妈受伤 要不是你 我妈就不会回来 她不回来 就不会有事了 你死啊 你去死 我弟的速度很快 大概就是因为太快了 被一个小石头绊倒 他又胖 又沉的身子来不及反应 直接摔出去 来了个狗吃屎 这次是真的吃屎 谁干的 我弟疯狂呕吐 拿着棍子在院子里转圈圈 看到大门洞子里的大黄狗 一直在冲他叫 才反应过来 是你 是你拉的是吧 让我丢脸 我打死你 大黄是只土狗 已经五岁了 相当于人类三四十岁了 因为我经常偷偷给他塞馒头 他长得又黑又壮 嚎叫起来 我弟看着也害怕 我弟紧紧握着棍子 但一步都不敢朝前 只在嘴里骂骂咧咧 有些骂人的词汇很新颖 我都没听过 可是下一秒 我弟就朝大黄不远处的箱子跑去了 不好 那里面是大黄刚刚生过的宝宝 才十天而已 不要 我呼喊出声 我想过去 可是我没有力气 院子里 是小狗哀嚎的惨叫 撕心裂肺 打死你 打死你 让你妈吓唬我 让你妈随便拉屎 害我出糗 我长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和那个剑丫头一样 没见过世面的剑种 都该去死 都该在这破村里被活埋 大黄护在狗宝宝面前 身上也挨了好几棍子 可是狗宝宝 还是死了 我看到大黄流下了浑浊的眼泪 乌液着哭泣 我心里好难过 感觉整个心脏都被人用手揪住了 呼吸不上来 爸 我厉害吧 弟弟扔掉棍子 跑到我爸身边得意炫耀 我爸用毛巾给我妈捂着伤口 好儿子 受了气 就应该用拳头还回去 记住 以后上学也要这样 要是有同学敢欺负你 你就死命揍他们 有事爸给你担着 我们老李家的儿子 可不能平白无故被欺负 可这话我爸还没说完 大黄就不要命地扑过来 露出尖利的獠牙 一口撕掉了我弟的短裤 我弟吓得爹坐在地上 目瞪口呆 一时间竟忘记了呼救 啊 我的子孙黛 爸 我的蛋蛋没了 大黄撕咬着我弟的子孙黛 直接咽了下去 然后叼着两只狗宝宝 撒腿就跑了 你个孽种 我打死你 我爸想要追赶 可是跑了几步 看到受伤的我弟 下面血肉模糊 满是鲜血 折返回来 直接抱着我弟上了车 绝尘而去 还有我 李大胜 你他妈把我落下了 我妈捂着脸 追着汽车 爷爷奶奶门口 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人 报应 报应啊 活该 罪有应得 养父母赶着驴车 把我带到了县城的医院 去省城吧 这孩子伤得太厉害了 咱这小县城 根本处理不了 不过我们先给打上破伤风 这种伤口最容易感染了 真不懂怎么弄成这样才来 瘸子爸爸搓着手问医生 得 得多少钱 越多越好 医生叹了口气 哑巴妈妈拽了拽瘸子爸爸的手 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救 救 好 救 咱一定救 以后 她就是咱俩的女儿 咱不疼爱 谁疼她呀 我的眼泪 再也控制不住 如同决堤的洪水 花花往外流 再去往省城的路上 我才知道 原来是瘸子爸爸 去理大圣家收纸家子 碰到村里的人闹事 才知道我的悲惨遭遇 呀呀 我和你妈妈都是残疾人 这四十年遭遇了太多的白眼和冷漠 所以你妈妈在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坐不住了 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救你 如果你愿意不嫌弃我们 以后就让我们当你爸爸和妈妈好吗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因为他们的恻隐之心和善举 我逃离了原生家庭的牢笼 爸 妈 我哽咽道 我们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爸爸将我眼角的泪水抹去 呀呀 这是喜事 我们应该开心 我们终于也有女儿了 而我那恶毒的亲生父母 再也没有了资格 爸爸居住在县城的棚户区 很多人听说了我的事情 虽然大家都很穷 但是还是捐了不少钱 这才有了让我去省城看病的资格 爸妈这么多年的积蓄 为了买我都花光了 省城的医生也说 我的病情很棘手 因为我全身都浮肿得 跟个快吹爆的气球一样了 伤口还在继续溃烂 流浓 爸爸和妈妈给医生下跪 一直都在磕头 额头都磕破了 舅舅他 我女儿太可怜了 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没享福呢 医生将爸妈扶起来 叹了口气 致致看吧 如果是自身免疫 系统性疾病 很可能是个无底洞 而且效果也不会太好 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爸妈一直都在抹眼泪 但是来病房陪我时 他们都在笑 还故意找轻松的话题 给我讲受破烂的趣事 好像生活的困苦 在他们眼里都是调味剂 可是他们的眼睛又红又肿 两个人舍不得吃舍不得喝 天天吃粗饼子配咸菜 但给我的都是鸡鸭鱼肉 牛肉虾高营养的东西 有次我看到爸爸 把我吃剩的骨头 偷偷留给妈妈吃 雪梅 你吃这个很香的 我将拳头全部塞进嘴里 才没哭出声 请让我的爸爸妈妈 做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吧 在医生精心严谨的治疗 和爸妈悉心的照料下 我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 连医生都说 这不太可能 都以为我来的时候活不了 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可是住院费也越来越多 棚户区的资助早已花没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给你申请国家的救助基金 你们不是鸭鸭的亲生父母 都能做成这样 我们当医生的 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后来不知道是谁找来了记者 报道了爸妈的事情 七岁女童 被亲生父母抛弃 全身溃烂 奄奄一息 被残疾夫妇好心收养 倾家荡产 全力救治 没有比这更好的标题了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的事情 全国各地的人都捐了款 谢谢你们 够了 够了 我们只要压压的住院费就好 剩下的钱 我们不能再收了 我们虽然人穷也残疾 但是我们有手有脚 可以自己挣的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请把爱心捐赠给那些 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一个月后 我好转出院了 医生说 我没有其他的疑难杂 基本上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 我所受的苦 都是人为的 我吃饱喝足 总会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是故意伤害我 那我长大以后 就没理由饶过他们 所有伤害过我的人 一个都不能跑掉 回到棚户区 爸爸有天收破烂回来 兴高采烈地说了个好消息 县城最大的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因为孩子出国读书 想卖掉收购站 但是在电视上 听说了爸妈的善举 很感动 所以想将收购站 低价卖给爸爸 妈妈用首饰比划着 真的假的 可别被骗了 爸爸给我包了个鸡蛋 重重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哎呀 是真的 妈妈面露难色 可是我们没有钱了 没事 没事 爸爸兴奋地直摆手 老板说了 可以等我们赚了钱 再还给他 这世界上 真的是好人多呀 我也很开心 爸爸妈妈终于要有钱了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 再过苦日子了 我躺在柔软的小床上 听着爸爸在和妈妈畅想 这家收购站 弄好了每年能赚十万呢 十万 在1998年 可以在小县城最繁华的地段 买状独栋别墅了 鸭鸭 就是咱家的福星啊 行了 不说了 鸭鸭睡着了 别吵醒她 被褥很柔软 我睡得很香甜 这被褥 是妈妈特意自己弹了棉花 一针一线给我缝的 她说 鸭鸭是女孩子 这布料 可得挑最好 最舒服的 鸭鸭睡得才舒坦 其实 爸爸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 我好多都没印象了 但是对李大胜 和王秀芬的恨意 随着时间的延长 不仅没有消散 反而加深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 三个月后 爸妈的收购站走上正轨 我陪他们去商贸城 去收废品 那是县城最大的 服装商贸城 李大胜 就在这发的家 可我们刚走进去不久 一楼最显眼位置的商铺 就围了好多人 好像有家商铺着火了 洁白的墙壁 趋黑趋黑的 所有的货物都被烧没了 地上满是水 爸爸抱起我 压压 别失了脚 我们刚要离开 却看到李大胜冲了过来 指着我的鼻子 就破口大骂 我说我怎么点这么被呢 原来是你这个死丫头 在搞鬼 遇到你就没好事 你个桑门星 害了我还不够 还来害我 我心进的一批货 都烧没了 赔钱 给我赔钱 爸爸气得脸色战红 他本来就是老实人 嘴又笨 你胡说 压压才不是丧门星 妈妈急得用手指笔画 一个瘸子 一个哑巴 和这小垃圾 真是配啊 哎 大家都来看看 这人自己生不出来 给别人养闺女 男人要是不行 还活着干嘛 听到这话 大家都笑了 我看到爸爸拳头紧紧攥起 想要揍李大圣 妈妈急忙拽住了他 不要 不要 我们日子刚好一些 不能打架 不光赔钱 吓到压压怎么办 妈妈都要急哭了 用手语笔画着 我冷冷看着李大圣 他还在疯狂输出 冲着我爸满嘴喷粪 这种嘴欠的人 真不该活着污染空气 李大圣 你昨晚是不是抽烟了 原来 李大圣环报了警 他怀疑 有人看他赚钱眼红 故意放火毁他买卖 我看着有一堆 穿着制服的人 在勘察检验 原来 昨晚李大圣 关门回家时 将抽完的烟头 扔进了垃圾桶 但是烟头 没完全熄灭 点燃了垃圾桶的塑料袋 引燃了许多 棉麻制品的衣服 他不仅自己损失惨重 还连累了周围两家商铺 人家一直闹着 要他赔钱 行了 行了 都别嚷嚷了 去派出所 把情况说明一下 李大圣狠狠瞪了我一眼 朝我催了口唾沫 丧门兴 以后看见我 滚远点 李大圣骂完我 才快步往外走 还在一个劲的嘟嘟囊囊 老子的货都被烧没了 损失了十万块钱 还陪你们 做梦 妈妈安慰我和爸爸 老公 叠气 为这种人 不值得 晚上回去 我给你们做红烧排骨 好不好 鸭鸭最爱吃了 可妈妈的手语还没打完 我们就听到外面传来 喷的一声巨响 我们跑了出去 李大圣 被一辆车人撞飞 像断了线的风筝 在空中画了个抛物线 然后重重摔在地上 司机不知道是酒驾 还是怎地 把刹车荡成了油门 直接从李大圣小腿上 压了过去 逃走了 空气中 是李大圣杀猪一般的嚎叫 我淡淡说了句 还活着 可惜了 李大圣被救护车拉走了 我们去商贸城地下收废品 爸妈让我坐在一旁喝小洋人 其实我胖了不少 从小干农活 手上也很有力气 但是爸妈说 这些力气活不是女孩子干的 小腿会变粗 长大了穿裙子就不好看了 我觉得太无聊 就瞎转悠 忽然看到一个六十岁的老头 突然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摔在我眼前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刻我没有慌乱 脑子里浮现的 都是在医院医生 给隔壁床抢救 心肺复苏的场景 我跑上前 学着医生的样子 给他操作 头发被汗水打湿 我不知道按了多久 有好几个穿着 很得体的年轻人跑过来 老板 你 你怎么样了 快 快打120 原来 我救的是服装商 茂城的大老板 也是我们县城 最新建成的信誉楼 大商商的大股东 其实我挺害怕的 因为那老头很瘦弱 我按压的过程中 听到了骨头卡擦一声 怕他肋骨折了 这半个月来 我睡得很不好 我又不敢告诉爸妈 怕他们担心 当老头找到我家的时候 我想过了 大不了把我的肋骨 锯给他挤结 但是不能让爸妈赔钱 他们赚钱多不容易呀 小丫头 是你吗 爸妈一愣 他们不知道是哪里的事 以为我惹了什么祸 连忙道歉 对不起啊 大爷 虽然鸭鸭被我们宠坏了 但是他绝对是好孩子 要是做了什么措施 我们做父母的 跟您道歉 赔钱啥的也行 我抬起头 昂起胸 刚要上前承认 却被我爸一把拽到身后 那老头忽然就笑了 误会 误会了 我不是来找小丫头麻烦的 老头说起那天的事情 爸妈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十万块钱 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医生说了 我当时应该是心梗是颤 咱这种地方哪有除颤一样 幸亏小姑娘冷静游勇有谋 救了我一命 现在我放了支架 活下来了 我爸这才将我拽了出来 紧紧握着我的手 眼睛里都是赞赏 这都是我该做的 爷爷健康就好 但这钱我不要 爸爸妈妈教育我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我们有手有脚 想要钱一定要自己挣 那老头一愣 妈妈看我又是赞许 又是抹泪 可我才不傻呢 这老头可是我们现成的有钱人 他手中碾动的佛珠 看上去更是价值不菲 要是能和他长期合作 爸妈收购占的生意 岂不是会越来越好 你这小娃 有点意思 可是你救了我的命 你想要什么 我总得给你点什么 要不然 佛祖不会饶过我 我也睡不好的 佛祖不佛祖我不知道 我也不信这玩意 但是这老头看上去 一副为难真诚的样子 不是装出来的 我低下头 沉思了一会儿 才抬头说道 整个服装商貌城 和信御楼商煞 都是你的吗 当然 不止这些 我们在全国各地 还有许多连锁 我很严肃地问道 那可不可以把这两家以后 所有的废品都卖给我们 我不知道哪里说的不对 那老头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 就这 好 好 好 也许在老头眼里 这些本来就不值一提的东西 但是在爸妈这 却是宝贝 靠着这个 爸妈的废品收购占 更上一层楼 短短半年时间里 就赚了二十万 远远超出预期 甚至 在这个县城第一批新盖的楼盘里 爸妈准备买撞小别墅 压压可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 对了 以后不要随便说 别人死呀死的 小心遭来灾祸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我郑重其事点头 但是眼角却闪过一丝脚霞 他们要是不惹我 我肯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让我不痛快 那不好意思了 2005年 我15岁上高一那年 我们全家才搬进 好不容易装修好的别墅 这八年 其实爸妈赚得挺多的 但是爸妈总教导我 吃水不忘挖井人 他们先还了收购占老板的钱 又按照银行利率 付了最高利率 又返还了棚户区 那些曾经给我捐款 看病人们十倍的钱 甚至给他们解决了工作 收购债越来越红火 爸妈要接送我上下学 又给我请老师补课 感觉忙不开 所以就让棚户区的那些人 来收购占帮忙 爸妈常说 我们从穷人变成富人 要记得感恩 帮助穷人才行 搬家那天挺开心的 没想到 在小区大门口 碰到了李大胜和王秀芬 李大胜双手举着拐 一左一右往前挪 两条小腿悬空 哦 被截肢了 王秀芬领着李要祖 八年没见 四十不到的王秀芬 竟然快五十的样子 苍老不已 脸上一道长疤 更是丑陋可怖 而我爸妈 却打扮得很干净利落 甚至岁月 没有在妈妈脸上留下痕迹 她反而还越来越年轻了 其实妈妈打扮收拾起来 也很漂亮 以前被晒得黑红的皮肤 渐渐渐渐渐渐白皙了起来 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收破烂的吗 这门卫也真是的 什么人都让进 东西要是丢了 你们赔得起吗 我看着李大胜 趾高气阳的样子 冷笑两声 怎么 腿没了 嘴也不想要了 你 你个死丫头 李大圣想抬起手扇我 但双手拄着拐 没法动弹 只能气得一直拿拐杖处地 王秀芬冷冷地看着我 双眼都在喷火 好像我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来这收破烂 怎么 看着住的都是有钱 有身份的人 准备敲竹杠吗 不过一会儿来我们家吧 正好有装修剩的纸壳子送给你们 就当我们发善心了 我爸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今天我们家搬家 没时间 搬家 就你们也配住这 王秀芬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租的吧 知道这多少钱一平吗 有些人真是不要脸 为了虚荣打肿脸充胖子 怎么 得捡一年的垃圾才够一个月的房租吧 可是紧接着 他的下巴就被惊掉了 因为搬家公司已经将家具陆陆续续搬进了这个小区最贵的别墅 这 这是你们家 一直沉默不语的李耀祖突然开了口 他的声音尖细尖细的 一点男人的气概都没有 连目光都很阴柔 贷款买的吧 这别墅连带装修 少说也得三四十万 你们哪来的钱 王秀芬好像是为了给自己找不一般 逃逼刀个没完没了 我们家就不一样了 后面那栋小高层看见了霉 大平层三百平方 五十两厅 全款 我冷笑着没说话 有些人哪 坐井观天 眼光就井口那么大 自从上次商贸成大火后 李大盛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 这几年更是惨淡无比 听说这套房花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爸爸想解释 却被我拦下了 我懒得搭理他们 如果有选择 这辈子我都不想看见他们 有些人就是吃不到葡萄咸葡萄酸 爸妈 我们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没必要和外人解释 我特意加重了外人两个字 王秀芬气得咬牙切齿 看着我穿着一中的校服 又开始我朝疯狂输出 你也记了一中 花钱买的吧 就你这笨脑子 哪里我家药祖聪明 他可是平实力考进去的 尖子般呢 王秀芬一边炫耀 一边把李药祖仰我面前拽 但是李药祖一脸不耐烦 完全不配合 王秀芬狠狠瞪了他一眼 就在两个人争执期间 李大胜接到一个电话 徐老师不是说一分三千吗 怎么又涨了呢 行行行 五千我们也得上啊 我掰着手指头 故意夸张地在内算 一分五千块 五十分二十五万 李药祖 你可真是讨债鬼 李药祖不说话 目光阴沉地看着我 冰冷地让我毛骨悚然 你才是讨债鬼 王秀芬受不了了 仰起巴掌就来扇我 我直接握住他的胳膊 啪啪左右开弓 给了他两巴掌 我早就想这样做了 以前小 没能力反抗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个子比他还高 身高上占了不少优势 王秀芬的脸 被我重重打歪过去 迅速红肿起来 这力道之所以很利 还得感谢小时候 他将我放养在奶奶家 做了不少农活呢 行了行了 别闹了 药祖的穴还没着落呢 耍什么耍 赶紧滚回家做饭 当初要不是你生了 这个祸害丫头 药祖会变成这样 李大胜一拐杖 打在王秀芬身上 王秀芬硬抗了一下 随后便面露凶向 地夺过拐杖 一把将李大胜推倒在地 儿子这样 你没责任 凭什么都怪我 天天打老婆 你还是个男人吗 三条腿都残废 钱也挣不来了 要你有什么用 也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李耀祖的个子 最多一米六 还没我高 横向发展 倒是越来越不错了 李大胜和王秀芬 撕打起来 李耀祖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们 没有任何劝阻 背着书包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来 李耀祖对于这种场景 已经习惯了 我走在中间 挽起爸妈的手 开开心心 进了别墅 最终 李大胜还是将 李耀祖 弄进了现役中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给李耀祖 请了许多老师补课 李耀祖的成绩 就是不见提高 他还学会了抽烟喝酒 翻墙上网吧 打架斗殴 我看到他频频被叫家长 我也是 只不过 李大胜和王秀芬 是被叫来挨批评的 我爸妈是来受表扬的 马上高考了 再不管管你们的儿子 就退学吧 别一颗老鼠屎 搅坏一锅粥 我时常看到 王秀芬当着小区的人 教训李耀祖 一个废物 能不能有点出息 你瞧瞧你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 美门 你就考三十分 怎么 都是一个娘生的 二压那个小贱人 怎么就次次靠第一 全国物理化学竞赛得第一 还提前被清华录取了 你到底比他哪里差了 李耀祖 你说话呀 哑巴了 我为了你 这么多年容易吗 王秀芬一下下戳着 李耀祖的额头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李耀祖背着书包 戴着厚厚的眼镜 低下头 也不说话 不反驳 偶尔抬起头 透过茫然的眼神 看向我时 那里面我读懂了 有无尽的仇恨 儿啊 你傻了 说话呀 王秀芬越说越激动 还大声哭了起来 李耀祖直接一把 将王秀芬推倒在地 成天有完没完 你要是不待见我 生我干嘛 找你亲闺女去呀 你们要是不惯我 我能变成这样 这都是你们害的 说完 李耀祖朝我的方向 狠狠瞪了一眼离开了 大一暑假 我放假回家 正打扫一楼客厅 王秀芬拎着一盒笨鸡蛋 找上门 呀呀 这半年妈妈很想你 给你发短信 你怎么不回呢 现在好了 你终于回来了 赶紧和妈回家 这对残废 怎么能配得上 我家优秀的女儿呀 说到底 妈妈才是你最亲近的家人 我在心中冷笑两声 是想我 还是想我们家的钱 凭着对市场的敏锐认知 我提前好几年 让爸妈在其他城市 垃圾收购站赚到的钱 全部投入到房产中 买了好几套房子 王秀芬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 甚至还自我感动地流下眼泪 想要握我的手 被我一下子甩开了 芽芽 你弟弟正在复读 成绩还是不太理想 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帮他补习一下 以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但毕竟我生养了你 你和你弟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过得这么好 也不忍心他不成器吧 听我爸说 李耀祖复读也不老实 专挑和漂亮老实 没钱的学妹谈恋爱 虚寒问暖 耍尽各种手段 逼迫和人家在一起 等恋爱脑的女孩爱上他 他又无情抛弃他们 甚至还搞大了 好几个女孩的肚子 李大胜赔了不少钱 才稀释宁人 所以家里就更没钱 给他请家教了 只是 李耀祖不是不行吗 女孩们 又怎么会怀孕 难道是他联合别的男孩子 一起欺负那些无辜女孩 我凝了凝抹布的脏水 笑盈盈说道 没时间 滚远点吧 你还不配来求我 有多远滚多远 王秀芬一下子就怒了 再也不伪装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掐腰撒破 二呀 别给你脸不要脸 当初要不是我将你让给别人 你有机会过上好日子 今天你就跟我回家 跟着那对残废老人 能有什么出息 正好你爸生意破产了 家里需要帮手 你也别上学了 直接过来帮忙 等过几年 我们给你找个好人家 直接嫁了 可笑 过去他们对我的虐待 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拿起托布 直接把他往外赶 滚 这沙发是我爸妈买的 你没资格坐 再不走 我报警告你私闯民宅 王秀芬急了 蹦在沙发上 指着我破口大骂 二呀 当初要不是你全身溃烂 你弟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们家的财运 也不会被搞没 所以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你 你别一想天开 搞那什么淘宝电商了 卖掉你家的两套房子 直接支援 你爸搞实体 这都是你欠我们家的 我被气笑了 从卫生间马桶里 咬了一条脏水 直接泼在王秀芬脸上 你家没镜子 所以跑来我家找尿 看看自己长什么模样是吧 舔着脸找我要钱 你也配 有这时间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的好儿子 听说他最近又迷上了赌博 王秀芬顾不上其他 跑到院子里 拧开水龙头就洗脸 边洗边吐 你胡说 药祖才不会玩牌呢 就在这时 李药祖屁滚尿流地跑进院子 跌跌撞撞 直接摔在王秀芬面前 妈 救救我 我欠了他们高利贷 不还钱的话 他们就砍掉我一只手 不远处 几个流氓地痞 时不时地朝这边打量着 他们手中还拿着砍刀 那个年代 高利贷和地下势力勾着 催债简单粗暴 不像现在玩杀猪盘搞诈骗 王秀芬直接傻了眼 晕了过去 李大胜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 拄着双拐走了过来 一拐杖抽在李药祖身上 你个废物 十赌九输 你不知道吗 赌博是正常人能沾的吗 李药祖匍匐到李大胜身边 痛哭流涕 爸 前面我一直都在赢 谁知最后一把 我输了 输了四十五万 爸 咱家不是还有房子吗 卖掉好不好 要不然他们真的会弄死我的 爸 我可是你亲儿子 我不想死 李大胜气得脸色战红 嘴唇捏诺了半天才说出口 滚 那可是我的棺材本 这辈子我是指望不上你了 难道等我和你妈老了 睡大街吗 李药祖摇摇晃晃站起身 吃惊地望着李大胜 我可是你亲儿子 老李家的根 你难道见死不救吗 爷爷奶奶知道了 饶不了你 李大胜深深地叹了口气 转头望向我时 一脸讨好和卑微 呀呀 听说你在北京都买房了 帮帮你弟弟好吗 等爸生意好了 爸一定还你 爸知道过去亏欠了你许多 但那都是你妈怂恿的 爸没办法 的确我在某宝的店铺赚了不少 但这些钱在北京也只是勉勉强强付个首付 是啊 姐姐求求你 只要你能救我 我什么都愿意 李药祖跑到我身边 拽着我的衣角 苦苦哀求 我皱着眉 装作一副疑惑沉思的样子 什么都愿意 李药祖死灰般的眼睛忽然亮了 疯狂点头 当然 什么都可以 赌博 是万丈深渊 一旦沾染 万劫不复 我眼角的余光 挑了挑院子角落的锄筒 漫条斯里说道 钱和你父母的命 只能选一个 李大圣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望着我 二呀 你是人吗 怎如此恶毒 给你一分钟考虑 我冲李药祖微微笑道 不用 李药祖毫不犹豫地抄起锄筒 一点点走进李大圣 而这时王秀芬刚刚醒来 他一头雾水地望着李药祖 儿子 你干什么 我可是你亲妈 李药祖向李大圣和王秀芬 深深居了一躬 爸 妈 对不起 我不想被砍手砍脚 不想被关进狗笼子里被毒打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们是父母 也不希望我受苦吧 当初是你们俩纵容我 我才变成这样 养不教 父之过呀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让你们走得痛快一点 李大圣想逃跑 但是他没了腿 能跑多快 慌乱之中 摔倒在地 他双手撑地 一边后退 一边求我 女儿 我的好女儿 救救我 我挑了挑眉 淡淡笑道 李大圣 李大圣 谁是你女儿 这可不能乱认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晚了 李耀祖一锄头下去 李大圣挂了 他的眼睛因为惊恐和难以置信 死死争着 我没想到 李耀祖如此狠 姐姐 我做到了 李耀祖兴奋地举着锄头 其实我不仅欠了这些 还有三百万 你都会帮我还的对不对 虽然 最后四十五万的一把梭哈 是我让高利贷 故意放给李耀祖的 我还真没想到 他欠了这么多 正当李耀祖冲我邀功的时候 却被王秀芬 从后面一把抹了脖子 妈 你怎么敢 李耀祖艰难地转过头 正愣地看着王秀芬 王秀芬扔下镰刀 急忙捂住李耀祖的脖子 儿子 都是妈妈的错 当初 我就不该生下你 原来 你才是这个家的丧门星 讨债鬼 我和你爸 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 李耀祖脸色煞白 还想说什么 大喘了一口气 呼吸一下子就停了 王秀芬半跪在地上 在我诧异的眼神中 直接拿起镰刀 划破自己的腹部 二呀 我恨你 这辈子 我都不会原谅你 但妈妈 也对不起你 如果有来生 我们不会抛弃你 会好好抚养你长大 迟来的道歉吗 可惜 晚了 我不接受 更不认为 她是真的忏悔认错 烟红的血 跟喷泉一样 从王秀芬指缝间 喷了出来 最终 她无力地跌在地上 那几个混混 早就没了踪影 我报了警 院子里安了监控 只有画面 没有声音 我将李耀祖 欠高利贷的事情 简单说了下 是她逼迫父母还债不成 恼羞成怒杀人 他们一家三口的死 和我毫无关系 同时这监控 也拍到了这半年来 李耀祖的恶行 我家养的小猫 是她故意在门口 拿剁骨刀 一刀刀砍死的 然后扔进了院子里 吓得我妈 突发心脏病 去了医院 我爸汽车的轮胎 是她扎破的 院子里蔬菜上的滴滴味 是她故意撒的 李耀祖 从来都是想置 我们一家三口于死地 大黄 我也为你的宝宝报仇了 警察问我 他们一家三口的尸体怎么办 别通知我爷奶 他们岁数大了 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火化吧 我脸上露出担心和悲伤 我是李大胜和王秀芬 唯一的孩子啊 所以他们的丧事 我有权利拿主意 最后 我抱着三个骨灰罐 回了农村老家 我得将这个喜讯 第一时间告诉爷奶 阔别十一年 我再次见到了他们 爷爷半身不随 躺在炕上 痛苦呻吟 奶奶拿着烧火棍 再打爷爷 用尿了 你是要累死 我这个老婆子吗 女儿可好 娶了媳妇忘了娘 生了儿子 也忘了娘 自从那个死丫头走了 也恨上了我 恨我养了大黄 这么多年都不来看我 我们去城里 也把我们赶出来 不行 我得去法院起诉她 让她给赡养费 我将三个骨灰罐 放在奶奶面前 奶奶 李大胜这辈子 都没法来看您了 如果您实在想她 就去地下找她吧 说完 我当着奶奶的面 把他们一家三口的骨灰 扬得满屋都是 我儿怎么了 她 她死了 你 你 二鸭 你个不孝子 奶奶指着我 嘴角开始抽搐 肉眼可见得越歪越厉害 口水也流了一地 说话更是含糊不清 砰 奶奶眼一闭 摔在地上彻底昏迷 再也喊不醒了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二鸭 给你奶奶打120 要不然 你奶会死的 我没回头 挥挥手 继续朝前走 她 不配哦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这时间 还能有什么 比自己亲眼看到 身边最亲近的人 生病受罪 却无能为力 更痛苦的呢 曾经我也这样哀求过他们 可是 有谁理会了吗 后来 我从清华毕业 自主创业 实现了财务自由 也给当年就我的医院 捐了一百万 虽然工作很忙 压力很大 但是每年 我都会抽出一个月的时间 开着车载着爸妈 去南方偏远的山村送温暖 一路走走停停 给他们送现金 零食 书本和文具 尤其是那些渴望知识 想要上学改变命运 但又残疾的女孩子们 我总是格外照顾一些 善行 善行 重在脚下 如果我有孩子 也一定会让他们 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世世代代 永不停息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弟从小就没素质 只有在我受欺负时才这样 饭桌上 我要夹鸡腿 我妈不让吃 她直接跳上桌扫糖腿 饭菜撒一地 不想好好吃都她妈别吃了 顶状妈妈 我跟她说 要尊敬长辈 我妈反过来教训我 她张口就对回去 你在多管闲事 我就让她打死我自己 你信不信 无良亲戚 要给我介绍老光棍 她说 怎么不让你妈去嫁 是因为你爸还没死吗 爸妈说 我姐早晚都要嫁人的 她对我这么好 都是白大 我弟白他们一眼 她嫁人 我就陪嫁过去当丫鬟 你们房贷 还完没就成天想这么多事 我跟我弟和大多数农村孩子的命运一样 外出务工的爸妈 重男轻女的奶奶 可怜的我俩 我妈生了弟弟以后 做完月子 就跟爸爸去城里下海做生意了 留下满月的弟弟姜青楚 我叫姜青花 爷爷在我爸小时候发大水修桥淹死了 家里靠着赔偿金 让爸爸有惊无险上完了高中 后来又娶了邻村的我妈 我们奶孙仨 在家刚开始还算正常发展 起码在我的意料中 早上永远吃不到的鸡蛋 因为在我弟碗里 弟弟一个月就有一件新衣服 而我穿了一年的衣服 打满补丁 幸运的事是 家里的钱暂时还够我和我弟上学 不然我担心我小学都上不完 奶奶的日子也算快活 因为从小就教我怎么照顾我弟 等我能照顾了 她就会和村里老太太去打牌唠嗑 冲奶粉 换尿布 洗澡给她穿衣服 一直到后来家里的农活和做饭 全部都揽到我的身上 农村的小孩能有多娇贵呢 吃饱穿暖 还上着学就已经比很多同龄人好了 就连我 其实也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没有多不满 比隔壁小曹姐好多了 她爸成天打她 妈妈跑了 前两天还要威胁她 不好好干活 就给她卖了当邻村老官夫同养席 那老官夫第一任老婆 是被她喝醉酒活活打死 就是家里有几个钱 这才能再讨媳妇 放完学我写完作业 搓着盆里的衣服 心里想着赶紧趁着这两天暖和洗了 过两天冷了手 又要长洞窗 屋里传来我弟在玩刚得到的玩具奥特曼的声音 我有点烦 但是不多 四年级的时候 我能清楚感觉到我弟的变化 可能是上学长知识了 也有可能是刚从城里来的年轻女老师教得好 她会注意到早上我碗里没有的鸡蛋 我洗的泛白的裤子 还有一直用灰布条绑的头发 刚开始她会去厨房 找还有没有鸡蛋 发现鸡蛋都被我奶藏起来了 就把自己的鸡蛋给我 或者分半个 事情都过了半个月了 我奶终于发现 我弟每次都会把鸡蛋分给我 我奶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 大喊大叫起来 哎哟 你给你姐吃啥 你还长身体呢 多吃点 她把碗里的鸡蛋又给我弟加了回去 我默不作声 我奶继续扒拉饭吃 她突然站起来 快速地把我奶碗里的鸡蛋加我碗里 然后盯着我奶 老东西 你这么大岁数还吃什么 我姐也要长呢 我奶愣在那儿 因为这事儿 我奶哭闹着和我爸妈打电话 声泪俱下说 我弟没良心 自己一把屎一把尿给他喂大 竟然连个鸡蛋都不给他吃 没缘没有的 我也不担心 是因为我知道我弟弟是男生 这种事儿 根本就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奶奶只是借个由头 向爸妈抱怨自己多辛苦 表公而已 顺便在要点前出去打牌 果不其然 我爸妈因为把儿女丢下 给老太太 本就心中有愧 打了大几千给奶奶 这才给她哄好 而我弟 他定定地看着正在打电话的奶奶 眉头皱着 我也不知他的小脑袋里 在想些什么 天一热下虫儿晌午 就叫个不停 我和我弟在院子树下铺了凉席 那时候的西瓜又便宜又甜 拿井水震了吃 冰凉甜爽 吃完西瓜 躺在凉席上 我俩便睡着了 梦里我梦到爸妈来接我们去城里住 那里高楼大厦 我从没见过的新奇景象 也梦到他们没有回来 我乃把我嫁给了隔壁村的单身汉 我吓得一机灵 从梦中醒了 但是醒了以后又想着 我乃这老太太虽然不给我吃鸡蛋 但总不至于这么对我 她没这么坏 五年级的时候 我弟和我乃爆发了一次很严重的矛盾 原因是他为了我和村里几个高年级的打架 小家伙带着班里几个好兄弟 跟初中的男生打得两败俱伤 双方家长都被叫了来 其实我也打了 挠花了敌方至少三个人的脸 还有一个留小辫的 差点被我把辫子拽突 原本因为打赢了仗的 我看到书包时泄了气 我书包被拽烂了 刚买的新书包要五十呢 上面还有动画人物 我肉疼得不行 奶奶听了以后想都没想 自然是朝我开炮 在他看来 男生打架是有男子气概 没什么的 但是我一个女娃娃 这么跟人撕扯着打架 简直不像话 他说 我没个女生样 没给我弟做一个好榜样 那时候初二 青春期的我体内激素逞能 第一次有了要反驳的想法 就像软绵绵的包子 突然戳出来一根刺一样突兀 我在校长办公室撕着嗓子朝他喊 说他就是心疼我弄坏的书包 我爸妈打回来那么多钱 连衣服都不给换新的 说她是重男轻女的老封建 周围的老师看我这样吓坏了 都知道我乃脾气 连忙过来捂住我的嘴 可惜还是晚了 将还是老的辣 这老太太隔过两个老师 还是打到我 挨了一巴掌 我倒是清醒了点 我弟却瞬间炸了 小小的身体冲过来 把奶奶往前面一推 推得她一猎起 那群傻逼骂我姐 衣服烂没人要 问她我爸妈 是不是在外面不要我们了 我姐回几句 他们就动手 你有毛病吧 不帮着自己孙女还要打她 我乃当时气得 估计是两眼一晕 指着我俩 你你你 半天也没说出句胡伦话 因为这事 我乃又打电话 叫我爸妈回来 把我俩接走 说自己是没命养了 当时她哭的样子 还以为她真的受到了 什么天大的委屈和羞辱一样 我和我弟面面相去 各自翻了个白眼 结果就是三天没给我们做饭 这能威胁到谁呢 早就是我做饭了 爸妈那边拉扯了很久 说有一单很大的生意 暂时不能回去 叫她再坚持坚持 都是她亲孙子孙女 哪有隔夜仇呢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乃对我更是没个好脸 可能是认为 我弟因为跟他离心了吧 无所谓 因为我听到 他和同村王沈 炫耀自己儿子在外面挣了钱 要回来了 我洗干净脸 换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 还有一只舍不得戴的红头绳 我爸妈回来那一天 其实很仓促 下午六七点的时候 我和我弟还没到家 就听见路上 同村地朝我笑道 青花你赶紧回去看看 谁回来了 我心中一紧 拉着我弟加快了脚步 我弟也意识到了什么 抿着小嘴向家里跑去 在门口 我紧张地整理了自己 因为跑得太快 而有些凌乱的头发 轻呼一口气 他进门 就看见穿着得体的一对男女 在和奶奶说说笑笑 我恍惚了一瞬 这和我在梦里梦到的 仿佛一瞬间重合 他们扭头看见我俩 瞬间激动地站起来 向我们走过来 我提着一口气 看着眼前的妈妈 眼睛红着抱住我 几乎是一瞬间 眼泪就要憋不住了 可是还没等我哭出来 妈妈就转过去抱住了我弟 哭得让我难受 我抬头看看一旁的爸爸 他也在看着妈妈和弟弟 眼眶发红 于是原本在眼眶里 转悠的眼泪 又因为什么不知名 憋了回去 他们问我奶 要不要跟他们去城里 老太太摇摇头 说老家他住着安心 叫他们把我俩赶紧带走 好像很嫌弃一样 可是在我们临走时 他又悄悄把弟弟拉到一边 看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给我弟口袋里塞钱 却看都没往我这儿看一眼 我眨眨眼睛 牵着我爸的手 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 十几年的村里 我看见了又一次 被他爸爸打出屋的小曹姐 他也看见了我 有些迷茫地看着我们的汽车背影 嚎啕大哭起来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同时也在想 还好 还好爸妈回来带我走了 路上爸妈问起我俩的成绩 我弟说这次期中考试 考了八十九分 他们惊喜地夸奖弟弟 爸爸说都随了他的好基因 妈妈笑骂他自恋 说一会儿到了城里 我要奖励弟弟买玩具吃大餐 过了半晌 我妈又随口问了句 青花呢 成绩怎么样 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递张口回他们 我姐学习比我好多了 她一直都是年级前三 我学习都是她辅导的 妈妈听了轻笑地摸摸弟弟的脑袋 小楚真乖 这么听姐姐的话呀 温和的扭头看了我一眼 嘴角弧度只是微微扬起 一会儿给花买件衣裳去 我心中又期待起来 到了商场 我们直接去了卖衣服的地方 我看到一件浅黄色的连衣裙 裙边还有精致的蕾丝 我有些开心地 拽了拽妈妈的手 她顺着我指的方向 看到了那件裙子 又说花儿 这个颜色显得你肤色不好 换一个吧 我愣了一下 赶紧说可以 我弟那边 我爸带着拿了大包小包 嘴里还笑骂着 这臭小子 见一见喜欢一见 钱包可要大出血了 妈妈白他一眼 给你儿子买几件衣服 就心疼了 他喜欢就买呗 抠门戒 我还是喜欢那件浅黄色的连衣裙 但是我看了看 心想着可能真的是这件衣服显黑吧 最终是我妈给我挑了两件浅蓝色的短袖 我们就去了饭店 他们把我新买的衣服 随便塞进了弟弟某个昂贵牌子的包装袋里 便上车了 去的饭馆好像挺高级 平时他们也不经常吃 爸爸大手一挥把菜单递给我递 便吧儿子 今天爸爸请客 咱吃不完打包 随便点 然后他们二人一左一右在弟弟旁边跟他说菜品的味道 哪个更好吃 弟弟点了两个菜以后就要把菜单递给我 却顺手被妈妈接住 他愣了一下 抬头看着我 像是注意到了什么 又盯着旁边的爸妈一会儿 像是不敢相信 我朝他笑笑 他把菜单从爸妈手里抽出来 又在他们惊讶的表情中把菜单递给我 爸妈像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做一样 而妈妈眼神里对我似乎有一点不明意味的神情 我看他们都已经点了很多 就只点了一个菜 但也是一个很想吃的菜 之前在课本上看过 向往已久 因为正是饭点 人流量多 菜上的不算快 在我们快吃饱的时候 还有一道菜没上 很巧的 就是我点的那一道 当服务员过来 抱歉地询问那道菜还要不要 我爸想都没想地说 不要了 撤了吧 我张了张嘴 还是没说什么 下次再吃好了 回家时 弟弟和我一起在后座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试图向我传递力量 我有点晕车 靠在车窗睡着了 隐约还能听见爸妈他们讨论 让我们上学的事 梦里的我像个局外人一样 看着爸妈和弟弟一家三口 在宽敞明亮的屋里吃饭说笑 而我一转眼 又回到了小时候 在老家时 和那群嘲笑我没妈要的时候 不过和现实不一样的是 这次我没有反驳 爸妈在城里买的房子 和我想得差不多 我和我弟有单独的卧室 都差不多 除了弟弟屋里的电脑 和一书柜的小说漫画 其他没什么两样的 我躺在柔软的床上闭眼想着 快点长大吧 长大就好了 第二天醒来 妈妈已经把早点准备好了 很丰盛 豆浆油条包子 还有粥 煎蛋我弟一人一个 起码有鸡蛋 我心想 然后咬了一口 扭头看到我弟 却发现他脸色不对 可以说得上是难看 他看到我的脸色 稍微收敛了一点 我们上学怎么办 他突然问道 哎呦 我们清楚真是好学 妈妈是打算 让你和你姐 先周围熟悉一下 再去上学 没事 我和你爸 还能让你们上不了学吗 他们俩很欣慰地看着我弟 我起来的时候 听见你们打算 让我姐去上实验私立学校 我一下子抬头看着他们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城市的私立学校 听老师讲过 狮子垃圾 校风混乱 甚平常有小混混黄毛 在门口晃悠 治安还不行 爸妈像是有些惊讶 却还是笑着和他讲 那个实验学校很不错呀 你爸和他们主任认识 学费和书杂费都能免费 离家还近 又转头看我 带着笑意 花儿 你说呢 妈 我们之前班主任说 这个学校不太好 能不能换一个 我妈的脸色有点僵 似乎是没想到 一直看来没什么主见的 我竟然会反对 她不太高兴 冷哼一声 你们学校老师懂什么 农村的有什么见识 我正要想着什么话反驳她 我弟开口了 行 你说得那么好 那我和我姐一起去 好吗 这下爸妈都不说话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妈妈的脸色这样不好 是我进家门的第二天 最后我们都去了 市里一中去 是全是最好的初衷 你看 他们其实不是分不清 哪些是好的 只是觉得 为了更方便自己 而把我权衡力毙掉 可能是他们 也觉察到 我弟跟我感情很深 也不再当着我们的面 做些偏心的事 入学的用品 也都是买的一样的 甚至我的零花钱 还比我弟多了五十 就这样 我们开始了在大城市里的新生活 我的学习一直不错 就算是转校生也和进度融合得很不错 一直保持在年级前时 周围的人大多都很友善 老师知道 我是从农村转校过来 还特地关照过我 老师说 以我的成绩 还有两个月中考 保持下去是 绝对能上重点高中的 这几年 老家亲戚知道 我爸妈混得不错 渐渐的也都熟络了起来 知道家里 是我和我弟两个孩子 少不了为了显得 自己和我们家关系亲近 说一些没有分寸的话 第一次姑婆听到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惊讶地对我妈说 青花还在上学哟 可真有福气 家里那些妮儿们 都是小学都没上完 你跟他爸也真是操心了 我妈听了笑着跟他说 女娃也是要上学的 咱们别学那些重男轻女的 第二次四审来 先是夸了家里的房子好 又看到我穿着 一直没舍得穿的裙子 去和朋友出去 呀 青花这衣裳不便宜吧 哎呦她也快长大了 是得好好打扮了 会打扮以后好嫁人 这次我妈只是笑笑没回话 她又说村长家的儿子 长得一表人才 长得一米七几的大高个 正在上直砖 出来就能挣钱 要介绍给我认识交交朋友 培养感情 我弟回来就听见他说的这些 书包都还没放下 就张嘴破口大骂 条件这么好 怎么不让你妈去交朋友 一米七还好意思说 跳起来打不到我膝盖 想介绍我姐 你家脑血栓遗传吧 四审他爹 就是脑血栓突发走的 一听我弟这么说 瞬间就要骂我弟 被我妈赶紧安抚下去 说别和小孩一般见识 到第三次的时候 是我娘娘 在饭桌上 她之前向来是瞧不上我们家的 在乡下时 她就经常去冷嘲热讽几句 我乃背气地插着腰骂她 现在竟然还舔着脸 来我家吃饭 饭桌上是我妈做的一些家常菜 娘娘看见了撇嘴 哎呦我说大哥 你们现在日子过这么好 还在家吃这些啊 下次咱去下馆子 她一边说着 一边夹起一块排骨啃的满嘴漏油 我弟看他一眼 默默夹菜吃饭 而他看着我和我弟突然笑道 哟 还是大哥你有福气 姐弟俩感情好 以后清楚结婚买房子 青花还能帮衬着 不用我姐 我弟冷不叮来一句 又小声嘟囔 吃饭堵不上嘴 娘娘明显听到了 但是爸妈也不接枪 我妈给他夹菜说 姐弟俩关系好 以后帮衬是应该的 他生气 我弟这小屁孩 竟敢顶撞他 但看我爸妈态度 又不敢真和我弟叫真 只能安生吃饭 妈 帮我加一下鸡腿 话音刚落 她迅速把最后一个鸡腿 放进碗里咬一口 大嫂 你这鸡腿坐里有点咸了 下回少放点盐卤 那才香里 我妈翻了个白眼 又看看我 估计是被气到了 脱口道 小姑娘一天天 吃那么多肉做什么 以后到婆家都嫌弃你 我愣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想要吃个鸡腿 会扯到嫁人 还是我弟反应得快 他筷子一扔 站到桌子上 就是一个扫堂腿 张嘴朝着娘娘开骂 妈的 吃东西堵不上你的臭嘴 不想好好吃饭 逗他妈别吃了 端起他身边 还幸存的一碗 汤倒在那人脸上 山猪吃不了细糠的东西 咸咸还吃 不怕噎死 接下来 就是一顿 喊妈量极高的花 饭菜汤汁撒了一地 还有不少菜叶子 挂在那女的身上 然后在我爸妈和那女的 一众木凳口袋中 拉我出了门 到了旁边的快餐店 我见他拿出一张红跳子 点了两个盖饭和四个鸡腿 你哪来的钱 我疑惑到 他沉默了一下 说 我前两天发现 妈每周会在我书包小口袋 另外给我装两百 我的心一下子又古怪起来 明明已经知道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会难受 真不知道 他们这样有啥意思 姐你学习那么好 他俩是瞎还是怎么 我俩分吃了四个鸡腿 我撑着肚子说 他今天差点吓到自己 他说这是最近看小说学的 叫发疯文学 初中三年很顺利 而我的成绩也一直保持得很好 不出所料地考上了一高 我爸妈听到 也只是象征性的口头奖励了一下 还没弟弟考试九十分 让他们高兴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不重视 他们不在乎 并不代表我自己做得不好 高中和初中的学习生活不大一样 我却更喜欢这样 自由一些 我能在完成课业以后 做些别的事 我爱上了街舞 那种自信大胆又张扬的动作 像是一簇小火苗 聊拨着我的心中 暖暖热热的 于是在一次大考得了前三后 终于跟爸妈提了出来 原本还在欢乐聊天讲话的爸妈 突然没了声 我不会影响学习的 求你们了末了 还补了一句 我妈给我弟加了块五花肉 淡淡说道 再说吧 又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妈 我真的很喜欢 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 她的筷子往桌上一摔 怒吃倒 我说再说就是再说 你一个女生学那个做什么 扭腰摆胯的 你不要连我和你爸还害臊呢 前两天还跟那个八婆亲戚 说给我姐找婆嫁结婚生小孩 现在跳个舞 还有什么羞耻不羞耻的 神经 弟弟的话 让妈妈表情有些难堪 因为她之前答应过我 大学前不跟那些亲戚们说这些事 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爸爸盯着我弟训斥 本来就是 还不让说 说话跟放屁没两样 一点信用都没有 我弟有点怕我爸揍他 但还是硬着头皮嘟囔几句 激得我爸就要起来打他 我妈赶紧拦下 他哭得委屈 说我弟从小 因为我就跟他和我爸两人不亲 不知道 我是他妈 还是他是 我爸听了以后 也沉默 半嗓终于说出来 我跟你妈 又不是什么偏心的人 有些女娃连学都上不了 我们哪儿 亏待你姐了 让你这么顶撞长辈 我妈哭得眼泪止不住 像是真被伤透了心 他们说的话 像是触碰到了我弟的什么点 突然被点炸了一样 他脸憋得胀红 激动大声道 你们生下 我就跑了 我既是起 就是我姐 给我做饭洗衣服 夏天给我扇扇子 自己咬的一身包 冬天给我洗衣上 冻得满手窗 它才多大 我五岁玩水 差点给自己淹死 是我姐及时发现 哭着喊人 给我救起来 我欠她一条命 你们以为 我乃在家是照顾我俩吗 她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 成天给你们打几个电话 你们就觉得 她劳苦功高 都是放屁 她抹了一把泪 要不是她 你们以为 还有机会在这偏心颜子 你们赚了钱了 说是为了我们 难道没有我们你们 就不需要钱了 我告诉你们 在我心里 你俩家一块 都没我姐重要 我姐是留守儿童 可我不是 因为我那时有她 听到这儿 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是你姐 那是她应该做的 她 妈妈还要张口争辩 被我爸拦住了 街舞我不学了 也不会再期待 你们对我的任何爱 街舞我还是学上了 我弟用自己的零花钱 给我报了课 说不去就浪费了 他嬉皮笑脸和我讲 反正都是他们的钱 用备 于是我去了 因为我学得晚 基础差 刚开始也很挫败 但是慢慢的这种 热情奔放的舞蹈 也感染到了我 我就像是一捆 渐渐被点燃的枯草 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将我包裹 像是获得了某种心声 弟弟也看出了我的变化 不禁扎嘴 真帅啊 我也要学 我白他一眼 三分钟热度的家伙 才不信他是真的要去 高三下学期时 我停掉了街舞课 课业实在繁杂 我一头埋进练习册中 对答案时 一个个的对勾 让我安心 我是有信心 考上重点大学的 可我不敢冒险 我没有什么试错的机会 只能一次成功 在高考最后一门 铃声响起的时候 我放下笔 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可以去 我想去的学校了 在领到 复旦大学的通知书时 爸妈也少有的 为我开心地笑出来 真棒 可算是了却 当年你爸我的一桩遗憾 我弟眼眶红红的 但还是咧嘴朝我笑 太掉了我的姐 爸妈为我举办了升学宴 来了很多亲戚 也都和之前 对我的说法不一样 之前说我上不成大学的姑婆 现今笑着夸我一看 就是读书的料 我笑而不语 这些亲戚 自己是没有感情的 就连爸妈与我而言 也只是亲情上的羁绊 我实在没办法 在知道他们之前 那副嘴脸 以后还对他们笑脸相迎 考上好学校有什么用 以后还不是要嫁人 给人做饭生孩子 装什么装 转头看向说话的人 是上次的那个 被我弟摔了一身饭菜的娘娘 有什么用 我从很小帮我奶做时 照顾弟弟 从不敢要什么好东西 就是怕他们嫌我麻烦 不给我上学 因为我知道 在重男轻女的我家 如果我学习 没有学出来 迎接我的 便是随随便便 被他们嫁给一个男人 过上农村大多数女生 大多数的悲惨生活 心中的怒火的那股怒火 没来由的直冲脑子 我走过去 死死盯着她 却声音不大地问她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叫有用 把你十七岁的 还在上高中的闺女 装病片回家 卖给张瘸子有用 我不不紧逼她 突然笑出来 你儿子还在上学吧 说到儿子 她的眼神突然亮了起来 连胸脯都挺着 向我炫耀起来 我儿子她 你儿子在直砖成天 混日子打架斗殴 还非礼人家 女同学 差点被抓进去 是真以为旁边人 不知道你家那点破事吗 她气得就要抬手打我 我一把拽住她 你那个早晚进橘子的儿子 跪下给我舔鞋都不配 而你这种成天乱嚼舌根 卖女求财 还总见不得别人好的泼妇 我将她的手甩出去 轻声对她道 能不能去死 离我远一点 爸妈和我地剑这边发生争端 赶紧转过来 你看你们养得好闺女 她 没等她说完我立马转头 眼中含泪 委屈不已 爸妈 娘娘说我就算上了好学校 以后还是要嫁人生孩子 没有用 还要把我介绍给表哥的朋友 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说以后再看 她就说我给脸 不要还要打我 我爸妈的脸色 已经阴沉下来 他们并不是很在意 我们俩争吵了什么 只是今天这么多人 来指责自己闺女的升学宴 就是在打他们的脸 而我在他们眼里 一直都是软弱可欺 肯定也不会有胆子和人对质 当然是这泼皮的错 爸爸冷声开口 吃完饭没事就走 以后我将家不欢迎你 弟弟一听乐了 没听他把话说完 就叫来保安 给人推丧走了 我能听见他被推走时 骂骂咧咧的声音 也没有错过旁边人的指质点点 我擦干眼泪 继续以茶袋酒敬他们 之后弟弟便一直跟我旁边了 还有人非要让我喝几杯 我说自己酒精过敏喝不了 可还是一直劝 弟弟把酒杯扒拉开 嘻嘻哈哈 嘲喃喃地笑 脱口而出的确实 哎 喝酒短命 你喝你喝 我跟我姐没这福气 说完又赶紧说 开玩笑开玩笑 五伯 你别跟我小孩计较 我在一边忍不住笑出来 也许是我弟在旁边 一直嘴上没个把门的原因 周围想犯贱的人也都收了手 这场升学宴也算是有惊无险结束了 大学生活和我想的一样 自由 丰富 五湖四海的同学聚到一起的感觉 真的很奇妙 我也找了男朋友 对方家庭也不错 人很好 也了解过我的经历 他是独生子 从小家里却也没惯着他 我们是在兼职认识的 从认识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几乎没怎么吵过架 而家里父母觉得我已经上了大学 成了年也就没必要再给我钱了 我倒是无所谓 只是我弟知道了又和他们大吵一架 只是有一点让我很头痛 我弟的学习实在是很烂 已经高三了 总分不到四百 连个大专都考不上 我在家辅导他的时候 几乎是两天一骂三天一打 中间我妈看见他 这个学习态度也是着急 就说了他几句 这小子把对我的这两天的怨气 撒到了我妈身上 我妈气得不行 扭头又指向我 说我小时候就没给我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说不定就是被我打笨的 我弟扯着嗓子跟他降嘴 我拦着他让继续做题 他还在那儿叫 关你什么事 我姐管我 关你什么事 你再叫一句信不信让他打死我 差点给我妈气晕 我也忍不住拍他脑袋一下 这题再记不住 我就真打死你 谢 我开学在去学校前千叮咛万嘱咐 叫他好好学习 可是在我开学没多久 就接到了我爸妈的电话 说我弟要退学 我心头一紧 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他们说这次考试又没考好 我弟觉得自己就不是学习的料 还不如早点退学创业挣钱 现在态度异常坚定 这不是件小事 我连忙请假回家 而回家我弟看到我时 浑身的刺瞬间收了起来 就像斗败了的公鸡 我又心疼又气 问他怎么想的 他说他要创业 既然我爸都能挣到钱 那他肯定也可以 我问他有计划吗 他又支支吾吾 我说给他一星期时间 没有可行的计划 就滚回去上学 就算是上个大专 也算是个文凭 他咬牙答应了 其实五天后 他就收拾书包去了学校 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我了解他心里 其实并不是真的想退学 只是一次次失败 让他不想再失望 但如果这时候 让他泄气真的退学 他以后才会真的后悔 我回到学校后 我爸妈给我转了一笔钱 我没有拒绝 他们应该是觉得我帮他们劝住了弟弟 但是无所谓 我需要钱 才能保证 以后离开他们也能很好的生活 我弟的高考 并没出现什么奇迹 他只考上了个大专 但他还是很高兴 本来以他的分数 连个大学都难上 我妈还嘲笑他 你看看你姐 考这点分高兴个啥 一边把最后一根排骨夹给他 我夹起了一旁的番茄鸡蛋 平静地对他们说 自己谈男朋友了 他们显得很高兴 让我哪天带回家见见面 而我弟却面色不善 我好笑地揉揉他的脑袋安抚他 我爸在一旁揶揄他 你姐要嫁人了 你俩关系这么好 他这一出门就是别人家的了 看你怎么哭 他张嘴就回 他嫁人 我陪嫁过去当丫鬟 你房贷还完了吗 操这些心 我爸气得吹胡子瞪眼 却已经习惯他这个样子 知道他只有牵扯到我的事情的时候 才会口不择言地发疯 我先到的男朋友家 他们家里人也都很喜欢我 也是我从没见过的家庭氛围 男朋友看出了我的局促 握住我的手 让我感到些许心安 直到最后 我们的订婚 结婚都顺利地不可思议 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 我和我弟在阳台聊天 从小时候聊到现在 直到凌晨 他盯着月亮 他说 姐 谢谢你 姐 下辈子我当你哥好了 这样你小时候 就不用受那么多苦 我流着泪说行 但是他估计 能把我衣服缝个稀巴烂 但我心里知道 还说谢谢的是我 这些年 我性格软弱内向 如果不是他 我也许还停留在那个早上 连鸡蛋都吃不到的女孩 在一所垃圾学校 陷进污泥里 是他强硬地把我拉出来 把我推到光明底下 第二天出嫁 爸妈也红了眼 他们不是不在乎 只是不够在乎 不换寡而换不均罢了 但我还是想到了 当年那条 我喜欢的鹅黄色裙子 那到最后被爸爸撤掉的 没有吃到的菜 还有在弟弟书本里 他们偷偷加的两百块钱 诸如此类 我还是怨他们 怨他们 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 对待我和弟弟 丈夫拉住我的手的时候 我看着即将离开的家门 哭红眼的弟弟 我心想 我长大了 我终于长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